香土師姐有懷疑 沒了工作機會以後出不回去社會競爭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就更加困身 平時的家頭細無個個都覺得是下難事沒人著緊 做得好的會說是女人應有的本分 做不好就要被人責問 又沒出錢供樓所以可能名字都沒份 鬧起膠上來又因為無獨立經濟能力 只可以死人爛人 想想想到師姐都不那麼苦心自問 是不是應該要自私多點考慮一下自己的人生 想辦法去自力更新 以免第二天投家有什麼不測之風雲 小朋友就是你的事業 成果會慢慢見到 你看到他開心健康每日成長 這些回憶有錢都買不到 做家庭主婦是萬能家,24小時無憂 還要犧牲工作上建立的一切 不是人人捨得,非常佩服 又有些女人自己有一份工作 房工後會再幫兒女穩習功課 良者都可以兼顧得很好 年薪分分鐘高過男人 個樣還可以保持得很好 相比之下如果老婆只會照顧子女 然後如果老公失業,整家就坐在這裡 認為全職家庭主婦就代表 只是在家裡照兒子做家務等老公養 是一個很傳統的觀念 我老婆是全職家庭主婦 但她投資理財的能力比我好 家裡全盤數一早就有她打理 結婚之前要談點數 要不要出去工作看自己怎麼想 不過女人一定要有積蓄旁身 自己經濟OK 她比不給家用或者比多餘 小問題不大 你自己生活是你自己的 不需要人家認同 人比人比死人 其實大家都辛苦 每一個人都辛苦 沒有不苦的人 未嫁重複,即嫁重複 你有怎麼看全職家庭主婦? 留言說一下